哈喽大家好 我是不隨車股市值真心分享的價值K文 你們最近都好嗎? 有沒有持續的在學習投資理財呢? 那在我拍這影片的當下 是2024年的3月12號 聯準會的最新降息消息已經釋出 那我們先來看幾篇報導 美國勞工統計局在週五 也就是2024年3月8號的時候 它發布的報告中顯示 上個月份 也就是在2月份的時候 美國的非農就業人數增加了27.5萬人 那失業率的話則是攀升到了3.9% 那非農就業人數27.5萬人 其實算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數據 但是失業率的話 已經攀升到了過去兩年來的新高 那這個報告顯示 美國現在的勞動力市場正在逐步的放緩 那這些經濟放緩的數據 也為美聯儲今年降息 提供了一個不錯的空間 那在2023年的3月6號 聯準會的主席鮑威爾 他到了美國國會三樁進行了半年度的貨幣政策的致詞 他說我們認為由於現在的經濟非常的強勁 那勞動力市場也是非常的不錯 而且通膨的話也是有持續緩慢的下降 那我們可以謹慎而深思熟慮地考慮這一個項目 也就是說他可以考慮降息的部分 但是在他們確信已經完全贏得對抗通膨的一個戰鬥之前的話 聯準會的話還是不會降息 他認為說我們需要更多的證據去證明通膨正在持續的往2%的方向進行賣進 那其實這段話的重點就是啊 今年降息的話呢依舊是非常的適當 但是呢經濟還是非常的好 我們不急著馬上去進行降息 為了就是要防止這些降息呢 反而刺激經濟導致呢通膨反彈的一個狀況哦 那鮑威爾的這段發言呢其實是偏向於鴿派的 也就是偏向於寬鬆的一個貨幣政策 那我們來看一下美國利率期貨市場 在講完這段話之後呢他的數據的一個反應 那我們可以看到2024年6月份的利率的預期啊 他從原本預估大概有35.7%的機率啊 會保持利率不變 那直到我拍片的當下呢 2024年6月份保持利率不變的機率 已經從原本的35.7%呢下降到了只剩下26.1% 也就是表示說呢大概有四分之三的機率呢是會降息的部分哦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2024年12月份的利率的預期的部分 那2024年12月份最高機率的降息幅度 也從原本的4.5%到4.75%呢 轉移到了4.25%到4.5%之間 所以鮑威爾講完這段話之後呢 其實市場是還蠻賞臉的哦 那Kevin自己的看法是怎樣呢 那我認為美聯儲他是會降息 不過呢現在還不急 哎這聽起來有點押韻哦 那這主要就是要讓美國人去維持現況 該消費的話呢就跟過去一樣持續的消費 哎你要真人的話呢你也跟過去一樣 持續的真人就好了 因為聯準會的話呢他不希望美國人太過悲觀 因為如果太過悲觀的話呢 這就會導致經濟去過度的緊縮 這樣子的話呢經濟可能就會發生硬著陸的一個狀況 但是呢他也不希望美國人啊太過樂觀 因為如果太過樂觀的話呢就會導致啊通膨反彈 他們現在的態度基本上就是非常的魔靈良可 那我們投資人面對聯準會這種態度 我們應該要怎麼辦會比較好呢 那Kevin應對這個狀況的方法就是 我會直接去購買短期的美國公債 並且持有到期 然後理本金還有利息的部分 因為這樣子的話呢就算你利率沒有下降 我還是可以獲得不錯的高收益率 因為現在6個月到期的美國公債殖利率啊 他的收益率也有5%以上 那我賺這個收益率就OK了 因為我自己投資的主要收益的話呢 還是主攻在股票上面 那債券的部分的話呢 算是一個附加的價值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還是依舊想要賺債券的價差的部分的話呢 那你可以去選擇那種 程序期間比較長的債券 而且呢他的利息也比較高的那種債券 這樣子的話呢在等待降息的期間呢 你依舊可以獲得不錯的一個利息哦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2024年3月份的 美國公債ETF的配息殖利率的部分 那這是2024年3月份呢 總共有8檔的美國公債ETF 即將要進行除息的部分 那股票代號跟基金名稱我都放在上面這一邊 那掛牌日期也是一樣 那股價的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都是30多塊錢就可以購買到了 那資產規模的部分 最高的就是00687B的國泰20年期的美債ETF 他的資產規模是來到了1239億台幣的部分 是非常的大 那這檔ETF在2023年的12月份的時候呢 他的資產規模只有673億台幣左右 但是呢短短過了3個月的時間 現在00687的資產規模已經來到了1239億台幣 他資產規模整整翻了一倍 但是呢他股價的部分啊幾乎都沒有變 基本上都是在31塊錢左右 也就表示說呢有非常多的人啊 去申購了00687B這檔ETF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受益人數的部分 這檔00687B他的受益人數已經來到了175089人了 這個數字的話呢是其他 即將在3月份除息的7檔美國公債ETF 加總起來啊都沒有他多啊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內扣費用的部分 那內扣費用的部分的話呢 是屬於2023年的內扣費用 那內扣費用最低的就是00799B的 凱基美在25年起的ETF 那內扣費用越低的話呢 就代表我們付出的成本越低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獲得的報酬的話呢 相對就會比較高一點了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項 也就是平均票息率的部分 那平均票息率的部分的話 最高的就是00831B的 星光美在1-3年的ETF 他的平均票息率的話呢 是來到了3.98的部分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 除息頻率的部分 那除息頻率的部分的話呢 這次的除息的ETF 全部都是屬於季配息的ETF 然後3月份的殖利率的表現 3月份的殖利率表現 最優異的就是00857B的 永豐20年起的美國公債ETF 他3月份的殖利率表現 是來到了1.3%的部分 那累積四季的殖利率表現的部分的話呢 也是00857B的 永豐20年起的美國公債ETF 他的殖利率表現是最優異的 是來到了4.9%的部分哦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填息天數的部分 那填息天數的部分 最優異的就是00687B的 國泰20年起的美債ETF 他的填息天數啊 是這幾檔ETF當中呢 填息天數是最快的 那我們投資ETF的時候呢 當然會希望這些ETF 他們配息之後呢 填息的天數可以越短越好 因為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才不是拿我們的錢 從左手拿到右手哦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存續期間的部分 那存續期間的部分的話呢 如果你是想要賺降息 所產生的價差的部分的話呢 那你的存續期間 可以挑選比較高的 好因為存續期間比較高的話呢 在降息的時候呢 他可以獲得比較高的一個價差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項 收益平准金的部分 那收益平准金的部分 只有00687B 是有收益平准金的機制 那其他的ETF 是沒有收益平准金的機制 保管銀行的部分的話呢 我也放在下面這一邊 那之前的話呢 就有觀眾提問說 哎為什麼這種 投信發行的ETF 他們的保管銀行 都不要跟他們自己投信的銀行一樣呢 為什麼他們不要列為一樣就好呢 要分開來呢 好因為這主要就是因為 避嫌啊 好因為如果說呢 你基金發行的一個單位的話呢 是屬於國泰的 然後結果呢 你保管銀行也是屬於國泰的話呢 那大家就會認為說 這中間的話呢 可能會出現一些必案產生 而且為了要增加市場的公平競爭 所以我們台灣的法律就規定 基金發行的單位呢 跟他的保管銀行是不能相同的哦 ok 好那這只是科普的部分 好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除息日期的部分 那除息日期的部分的話呢 這幾檔ETF 基本上都是在3月18號進行除息的 但是呢有三檔ETF是不一樣的 那分別是00857B跟00856B 那這兩檔ETF的話呢 是在3月21號會進行除息 那00831B的新光美在1-30ETF 他則是在3月20號會進行除息哦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2024年3月份即將要除息的 公司債券ETF的配息值率的部分 那3月份總共有9檔的公司債券ETF 會進行除息 那分別有6檔的是屬於 高評級的公司債券ETF 那有3檔的話呢 是屬於投資級別的公司債券ETF 那基金名稱跟他的股票代號 還有他的掛牌日期的部分 我都放在上面這一邊 那00937B的群役業績 頭等在20家ETF 他的掛牌日期是在2023年的12月5號 那除了這檔ETF之外呢 其他的公司債券ETF 基本上都是屬於 蠻老的一個成員的部分哦 那股價的部分的話呢 這幾檔ETF基本上都是在30塊錢左右 但是呢00937B這檔ETF 他的發行價格是在15塊錢 所以說呢 他的股價的話呢 是比較低的部分 那資產規模的部分的話呢 最大的就是00751B的 元大AA至A級公司債ETF 他的資產規模是來到了1377億 那第二名的部分的話呢 是屬於00772B的 中性高評級公司債券的部分 那投資級公司債券ETF當中 資產規模最大的就是00937B的 群役業績頭等債20家ETF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 受益人數的部分 那受益人數的部分的話呢 高評級公司債券ETF當中 收益人數最多的就是00751B的 元大AA至A級公司債ETF 他的收益人數是來到了 88000人左右 那投資級公司債券ETF當中呢 最高的就是00937B的 群役業績頭等債20家ETF 他的收益人數已經接近20萬人喔 光他一檔的收益人數啊 基本上就是 這次配起的高評級公司債券ETF當中的 所有的家種 都沒有00937B的收益人數還要多啊 所以說00937B真的是非常的悍 那00937B這檔ETF 他到底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去投資他呢 那我之前有做一期影片 有專門去介紹00937B的群役業績 頭等債20家ETF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我會將影片連結放在上面這邊 你可以自己先去觀看喔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內扣費用的部分 那內扣費用的部分除了00937B 他是在2023年掛牌的 所以說他內扣費用在2023年是不完全的 這邊我就沒有列出來 那其他ETF來相比的話呢 內扣費用最低的就是00777B的 凱基AA至A級公司債ETF 他的內扣費用的話呢 只有0.23%的部分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平均票席率的部分 那平均票席率的部分的話呢 最高的就是00937B的 群役業績投等債20家ETF 他的平均票席率的話呢 是來到了5.8% 那如果是公平級公司債券的話呢 平均票席率最高的就是00792B的 秦役A級公司債ETF 他的平均票席率的話呢 則是來到了4.88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除息頻率 那除息頻率的話呢 除了00772B的中性高平級公司債 以及00937B的群役業績投等債20家ETF之外呢 其他的ETF全部都是屬於季配期的ETF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3月的殖利率表現的部分 那3月的殖利率表現 除了剛剛那兩檔月配期的ETF 我們先不要看之外呢 殖利率表現部分最優異的就是00751B的 元大AA至A級公司債ETF 那如果是以月配期來看的話呢 這兩檔00772B跟00937B 這兩檔ETF他們的殖利率 大概都是落在0.4%到0.5%之間喔 好那如果我們把他們 最近這世紀的殖利率把它加總起來的話呢 那最高的就是00751B的元大AA至A級公司債ETF 他的殖利率則是來到了5.1% 那投資級公司債ETF當中的話呢 殖利率最高的就是00862B的 中性投資級公司債ETF 他的殖利率則是來到了4.5%的部分 那00937B的話呢 他是2024年2月份第一次進行除息的部分 然後那一次的話呢他是0.5% 然後呢再加上這一次是3月份 進行除息也是0.5% 所以說呢他們這兩次加起來的話呢 大概就是1%左右的殖利率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項 填息添出的部分 那填息添出的部分的話呢 公司債ETF相對於美國債ETF來講的話呢 他的表現的話呢 相對來講就比較差一點 因為我們剛剛美國債ETF的話呢 至少他們在12月份的時候呢 他們是有一些ETF是有填息的 那公司債券ETF他們在12月份的那次除息 直到現在為止是都還沒有填息的部分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存續期間的部分 那存續期間的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都是在13年左右 好了我們來看一下收益平准金的機制 那收益平准金的機制的話呢 是00751B、00853B跟00937B 好這三檔ETF他們是有收益平准金的機制 那保管銀行的部分的話呢 我也列在下面這一邊 好那保管銀行如果跟你的收款銀行是一樣的話 這樣子的話呢你就可以省下 每一個月他們除息的時候的那些會費的部分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除息日期的部分 那除息日期的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也都是3月18號會進行除息 那有兩檔ETF是比較不一樣的 那分別是00836B的永豐10年A級公司債ETF 它是在3月21號會進行除息 那另外一檔ETF00853B的同一美債10年 AA至A級ETF的話呢 它則是在3月19號的時候會進行除息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金融債券ETF的 配息殖利率表現的部分 那這次總共有4檔金融債券ETF 會在3月份的時候呢會進行除息 那這4檔ETF的部分的話呢 我就把它列在下面這一邊 那股價的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都是在30多塊錢 好但是00933B的國泰10外加金融債ETF 好它是以15塊錢為掛牌價 好所以說呢它的價格的部分的話呢 現在大概是在16塊錢左右 那資產規模的部分的話呢 最高的就是00773B的中性優先金融債券的部分 它的資產規模是來到了876億的部分 那收益人數的部分的話呢 最高的就是00933B的國泰10外加金融債ETF 它的收益人數是來到了11萬人 那00773B雖然它的資產規模 是比00933B大概多了一倍以上 但是呢它的收益人數大概只有00933B的1.10而已哦 好所以呢00933B真的是一個非常夯的一檔ETF 那00933B這檔ETF它有什麼魅力呢 那之前呢Kevin也有介紹這一檔ETF 那我將它的影片連結呢也放在上面這一邊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可以自己先去觀看哦 好接下來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內扣費用的部分 那內扣費用的部分的話呢 最低的就是00778B的凱基金融債20加ETF 它的內扣費用的話呢是0.25% 那00933B的話呢 因為它2023年才光掛牌上市 所以呢它的內扣費用不完整 所以我這邊的話呢是沒有列出來的部分 那平均票期率的部分的話呢 現在最高的就是00933B的國泰10外加金融債ETF 它現在的平均票期率是來到了4.9% 那除息頻率的部分的話呢 除了00773B跟00933B是屬於月配期之外 那其他兩檔ETF都是屬於季配期的ETF 那我們來看他們最近這四季的 累積殖利率表現的部分 那最高的就是00773B的中性優先金融債 以及00778B的凱基金融債券的部分 他們的殖利率是來到了4.5% 那00933B它在2024年2月份的時候呢 第一次進行除息 那那次它除息的殖利率就已經高達了1.4% 那不是因為這檔ETF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那主要是因為這檔ETF 它在2023年的10月份就已經掛牌了 但是呢它直到2024年的2月份才開始配息 所以呢它的配息的週期 中間間隔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呢它才可以一次配到1.4%左右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它3月份的配息殖利率 已經降到了0.4%左右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填息天數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這幾檔ETF 他們基本上在他們最近的這一次除息 直到現在為止是都還沒有填息的部分哦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存續期間 那存續期間的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都是在12年左右 那收益平準金的機制的話呢 只有00933B它是有收益平準金的機制 那保管銀行的部分的話呢 位列在下面這一邊 那除息日期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在3月18號進行除息 但是呢00844B的星光15年期的 IG金融在ETF 它則是在3月1號已經進行除息了 好因為主要這檔ETF 它的一個除息的頻率 基本上是在2月5月8月 跟11月份的時候會進行除息 不過呢因為它2月份的時候呢 除息比較晚 所以呢就直接移到了3月1號 所以說呢這一檔ETF 它下次的除息日期 大概是落在5月份哦 好那關於以上這些資訊的表格 我都會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以及置頂留言欄當中 那如果你想要持續學習投資理財 並且認為Kevin的內容不錯的話呢 可以直接免費下載 不用貼寫任何資料哦 那這邊的話呢 Kevin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頻道最近的一個近況 那今年2024年2月份的時候呢 單單2月份 我們的頻道的影片分享數就高達了4400多次的分享 那平均大概每天就有150次的分享 那Kevin真的覺得這些觀眾真的是非常的有心哦 會將自己認為有幫助的影片分享給其他人 而且你分享這些影片出去之後呢 那對Kevin來講也是一個激勵的作用 那Kevin覺得說呢我做的影片真的是對大家有幫助 那Kevin的話呢就會持續的製作下去哦 那上一部影片Kevin也收到了頻道的第一次以及第二次的donate 那Kevin自己雖然不是一個專業的講師 但是呢我非常喜歡 統整以及分析一些資料呢分享給各位觀眾 那非常謝謝大家對我講話呢可能有一些口語化 或者是有罪字的一個包容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我還是會持續的改進哦 好那最後的話呢我們來進行一個QA的時間 那聯準會的主席鮑威爾表示呢 今年會降息但是呢還不急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你的看法是什麼 A不要騙了哦他是不可能會降息的 B依舊相信聯準會降息 但是呢今年的降息幅度可能不會很大 大概是在1%以內 C有其他的想法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 好那我是不隨著股市真心分享價值的Kevin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呢 別忘了點個讚帶走 那Kevin持續輸不易 Kevin非常需要你的支持 那我們下期影片見 拜拜 那上部影片的話呢 Kevin也收到了頻道第一 前兩個 頻道的第一次影片